嗨,我的名字是Kaiwan,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他讀不出來甚至檔案損毀 或者是要格式化才能讀取你的資料等等的問題 遇到這些問題你肯定會超級緊張 不知道到底是要多插拔幾次試試看 到底有沒有辦法救呢 還是你要拿去救援什麼救援中心之類的 就要他們把你的檔案救回來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軟體公司叫做TenorShare 他們給我一個軟體讓我來測試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這個救援軟體4DDiG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我們幾張有問題的東西全部救回來呢 儲存裝置 儲存裝置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竟然讀不出來 或者是讀不出來 或者是檔案損毀 甚至是要格式化你才能繼續使用你的記憶卡等等的問題 遇到這些問題你就會超級緊張 不知道到底是要該插拔幾次呢 還是你要把它拿去救援中心去恢復你的資料 那今天呢有一個軟體公司提供我一個 YES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呢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攝影師呢 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沒有回應 讀不到 或者是檔案損毀 或者是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攝影師呢 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插到電腦裡 插到電腦裡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攝影師呢 那攝影師呢 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他 讀不到 或者是 檔案損毀 甚至是 可能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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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攝影師呢 我是一位攝影師 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插到電腦裡 插到電腦裡 Hi, my name is Kylie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攝影師呢 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沒有回應啊 讀不到 或者是 檔案損毀 或者是 像是 需要格式化 你才能繼續使用等等的問題 那你就會非常緊張啊 遇到這些問題 不知道是要多插拔幾次 還是你要把它送去救援中心去 救你的資料呢 那今天有一個軟體公司 叫做Tenorshare 他們給我一個 救援軟體 讓我來測試跟大家分享 叫做4DDiG 那就看看這個軟體 到底有沒有辦法把一些 故障的儲存裝置救回來呢 Jesus Christ